6月13号 中国队在02韩日式地杯赛上的最后一场比赛来了 在此之前 我们相继赴予了哥斯达利加和巴西 已经提前小组出局 当时我觉得这个分组并不是非常的难 后来事实证明 巴西是本届式地杯的冠军 土耳其最终也是进入到四强 所以实际上这个小组的对手实力还是很强的 两场已经出局了 出局之后 卸场之后 其实大家都 有点沮丧 但是这种沮丧 不是说你实际上不出现 是一场球的沮丧 其实我对比赛的细节和准备是说什么 我当时是真不怎么记得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后来的游行参赛 又打阻力了 还能打两场手法 你照我这个心态理解 就是只要能要上场 还能打 哎呀不一样 就是想的就是我们就在场上 发挥出我们自己的这个平时的训练这个水平 没有说过多的这个其他的想法 所以说大家这个在思想上是比较统一的 我印象当中更多的就是适用 就是你可能就是说 有这两场之后 每个人都踢了 而且大家都少找到这种感觉了 巴西都打过了 我特地就那种心跳啊 或者说 大约有两万名中国观众来到现场 为自己的主队加油 在那时 他们希望最后一场比赛中 中国人能够打入世界被历史上的第一例进球 在上一场 赵俊哲的类似中注 一度离这个愿望很近 而今天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球传的不错 郝海东 传中 跑了 哎呀 打大了门柱上 杨诚啊 哎呀 这个球啊 绝佳的机会 哎呀 郝海东边路的突破 过人 传中都传的非常好 点传的也非常好 杨诚实在是欠缺了一点运气 足球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是需要一些运气的 他可能那个球就差那么一点 但是你分析你的技 技技术方面呢 又没有说太多的能找出原因 可能就是就跟小赵 踢那个门柱一样 他多少就缺少点运气 但是足球就是这样 那个球讲实话 就是那真是 差了一厘米 是吧 往里崩一厘米就崩进去 这个球 哎呦 这个球 哥伦比亚的裁判员 鲁伊斯啊 直接给少嘉一出示红牌 因为下半场呢 刚开场14分钟 少嘉一呢 被红牌罚下 属于中国队的世界杯时间 结束了 能够晋级世界杯本身 对于中国组织来说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了 世界杯之路呢 肯定在这种艰难程度 只有身在其中 那这种感悟和体验呢 可能积累了更深厚 你没有任何的 世界杯当中的经验 那你上到世界杯的这里 到了这个大舞台下 那可能你就是 眼睛就是一片漆黑的 我们就是在亚洲山上的事情 已经 其实我们已经完成 冲出去了 冲出之后 我们是没有经验的 我们才是第一个阶段 为什么我说出了线 我也不是很兴奋就在这 因为我没看见 从根本上有改变 那么真正职业化以后 真正走向市场以后 你的体系建没建立 你没有建立 有什么用的 我们全是用一个错误 在纠正另一个错误 我们每一次失败了以后 就换点所谓的足协领导 弄点教练员 批评点运动员 拿这个东西当最后的总结 从根本上没有任何改变 二三十年前提的问题 现在依旧在重复上 所以不从根本上认知 我们一切一切都是枉费 巴西跟土耳其 这个是想都不要想的对手 所以进入到下一轮 这个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 哥斯大利加是我们可以战胜的一个对手 一共四支球队 两支球队是进入四强的球队 这个小组你想想 也算是半个死亡小组 跟这些世界级的这些强队 去对抗 看看我们优势在哪些方面 我们的比较劣势在哪一方面 你看熊龙踢得多好 可以断他们 可以抢他们 没问题 他单独跟卡罗斯 他一点不吃亏 翻机也身体好 杜威曲波哪个没有特点 我们在对抗上 吴成英那相当能跑的球员 短距离高强度跑 那马哥那个组中场组织能力都强 离铁他能跑 他12分他也跑到3500多 离铁这种 这种就是人肉保留的能力 他不停啊 小范儿在求医室里 还跟我说什么的 没问题啊 咱们还能再提一阶 那确实我又提了一阶预选赛 包括提了04年的亚洲杯 我们没有什么 网字重大的资格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资格 变成网字匪博 2002的主人公们 用了30分钟 合力讲完了三场世界杯比赛 但2002这个数字所跨越的时空 却远远超过了这30分钟 2002交织着所有与此共呼吸同命运的人 他们从米鲁执教开始 经历了820天51场比赛 从对抗赛到亚洲杯 从十强赛到世界杯 其中所付出过的一切 值得我们继续驻足灵体